欢喜啊 你高兴就好 要不然怎么办呢 是不是 我才不会说 你是叛徒 要不然你抓起来枪毙 不会的嘛 你的因缘就是如此嘛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所以有禅的人 就懂得体悟到佛的心 体悟到佛的心 就能够包容 而且这些现象界 这些现象 不是我们今天才发生 佛在世 它就发生 佛陀在世 它就发生 佛在世 你看哦 佛在世的时候 跟着佛陀诸家 因为经教不是很通 后来霸道 霸道就是还俗 比丘比丘你 有霸道还俗 跟着什么 跟着外道跑 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 就有霸道还俗 跟着外道 跟着外道 佛呢 我们2500年 对这个圣能中的大圣能的佛 无比的崇敬 无比的赞叹 佛的智慧 慈悲 而佛当时在世的时候 跟着佛陀 又跑去跟外道 你不觉得很不可思议吗 所以 平常心 平常心 简单讲 什么叫做禅 这个事件发生 任何事情 都跟它的本性没有关系 因为本性没有人所 知道吧 它就把它的心灵 提高到最高点 它每一时一刻 都在享受生命 底下 这见爱两个字最为吃紧 因为 所见 故有所爱 然 有所见 以及所爱 是因有能见 以及能爱 能见能爱是主 所见所爱是客 能见能爱是因 所见所爱是国 能见能爱是妄事 所见所爱是妄臣 如果 了之 能见所见 能爱 所爱 俱事虚妄 这见 人法空 不复 轮转 然 要究竟 离一切 见爱相 离一切 能所相 则 是了大一切法 本如来账 妙真如性 事故本经一开始 如来 即 支持一切 问题的核心 开门 见三地 知真 一切众生 无死 生死根本 见爱 以能所 必令 立根者 当下 了得 了得就是体悟了 这佛 告阿难 如如所说 真所爱要 因你心目 若不是知心目所在 则 不能得 想付成老 譬如国王 为贼所亲 发兵 讨厨 士兵 要当 知贼 所在 时路 流转 心目 为疚 无经 问如 为心 以目 今何 所在 成老 也就是 烦恼 的别名 为攀岩 取证六成 境界 令心 劳动 不堪 所以称为成老 意思就是说 欲望 越重的人 越辛苦 才设名时 所以越多的人 越疲劳 为什么 这个叫做成老 这个叫做成老 若心 不随从 而劳动 则心 自喜 心喜 则妄想不生 妄想不生 则正至现前 正至现前 则得照见自心 的心相 与心性 注意 照见心相 属生命 心相属 如如不动 如不动 即如如不动 即见生命 换句话说 心 心相 是心相 所引现出来的 假象 所以心相 见到了 心相 刹那生命 知道 此不可着 即见性 性相 本 一如 何来 助无助 就是这个道理 你听过 性相 一如吗 为什么 相 空 性 也是空 难道不是 性相 一如吗 照见自心 及 得本起因地 如来 秘因 所以如来 秘因 就是什么 就是明先 见性 是故 祖师 直指 之法 倩吟 外 喜 诸言 内心 无喘 喘本来就是 呼吸 急促 在这里表示 一点烦恼 都没有 一点烦恼 都没有 外 喜 诸言 内心一点挂碍 一点烦恼 都没有 诸位 这样的日子 是何等的 逍遥 何等的快乐 何等的快乐 时刻 入道 成如是也 譬如国王 为贼 所亲 国王 就比 本节 真性 贼 比一座 六贼 比一座六四妄心 众生的本节 真性 为六四妄心之所 猛蔽 污染 就是染污 侵害 因而其利用 不张 如来葬性 显现不出来 说整个心 为妄事所聚 聚就是占聚 聚地为王 所以我们意识强盗 我们本性妄 我们拼了老命 也要发挥贪嗔痴 而佛陀的心性 展现界定会 对治贪嗔痴 譬如国中 盗贼 风起 这个风 就是密封的风 密封的风 所以诸贼 控制地方 乃至 瑕疵 这个有两个印度队 我查过词汇 银 鞋词也对 瑕疵也对 这两个印度是 可以念的 乃至 瑕疵 国王 威逼朝廷 以至 全国三合 担当 一切众生的 生死 一处如是 众生心中 略竭 六贼 风起 如蜜蜂一般的 而起 六是 忘心 控制整个内心 乃至 瑕疵 颠覆 本有真性 以至众生 迷失真性 整个心中 担当不安 无时以来 浪迹 三界 我们常讲 浪迹天涯 浪迹天涯 流浪就是很辛苦了 借阴 自信 无主 为 这一所 俱过 所以我们现在 是 贼在 我们的心中 还是 我们的 主人 做得了 主 所以明心 见心 有什么好呢 完全做得了 主 他的心 就是主人 一般众生 一般众生 他的心 被贼 所占据了 为什么 都是 起忘事 忘心 忘直 虚妄的痛苦 始如流转 心目为究 究就是过错 为心一目 为 就发一词 无意 今何所在 也就是今 在何处所 一般 佛告 阿难 若 如如如所说 我真正 所能产生 爱要者 为 因于我的心 以目 然而 你若不能 识别了知 你的心 以目 所在之处 则 不能得以 降服 因取成 而劳动 不安的烦恼心 譬如一国之国王 也就是新王 为盗贼 六贼之所侵扰 若是国王 一发兵 生讨除灭 贼人 这些是官兵必要 应当 应当知道 贼之所在 才能讨伐他 同样的 是如 无始来 生死流转的 实是你所说的 心 跟目 所谓的过咎 此心 以目 实为 如贼 此心 为贼手 此目 为爪牙 说我尽 问如 为心里目 今何所在 意思是说 你那个心 跟你那个眼睛 现在哪里呢 要找到 找出那个根源 全论 为心里目 今何所在 这是第一次 真心 真就是真求 询问之意 也就是找心 看心在哪里 真心之所以重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佛法的修行 主要在 修心 成中有一句话 解福 重新 无关他处 解就是 解脱那个解 福就是 混绑 混住那个福 解福 重新 无关他处 这句话 特别的重要 为什么特重要呢 你要解脱 跟束缚 完全就是 看你这颗心 解福重新 跟重的重 解脱 是从这颗心 解脱 束缚 也是从这颗心 束缚 无关他处 跟其他地方 没关系 当然我们就是要找 修行要找到关键 省时又省力 对不对 事半功倍 修行当然要找到 最快的 最快就是心放下了 就最快了 最快就是了知 万法都是希望的了 是不是 对这个 世间假象 不存任何的幻想 不存任何的梦想 也不必抱有任何的理想 放下就是 你也可以抱有幻想 你也可以抱有理想 也可以有梦想 为什么 真不坏假 有了真心 我也可以梦想 有了真心 我也可以幻想 因为你知道 所有的梦想 幻想理想 都是妄想 真心就显现了 所以大物 大物不必出国 也很快乐 出国也很快乐 那个时间空间 都很快乐 很幸福 很知足 为什么 他达到 常乐我静 旧静的解脱 心静 他哪里 不快乐呢 所以 也就是 找心 看心在哪里 所以真心 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家知道 佛法的修行 主要是在修心 所以连心 在何处都不知道 怎么修呢 事故真心 就是明心的第一步 且是先明心 而后方能 见不生灭的本性 见性就是 见到不生不灭的本性 经文 阿难 白佛言 世尊 一切世间 十种一生 同将四心 居在身内 纵观如来 青莲花言 也在佛面 我经观此福根世尘 我经观此福根世尘 只在我面 如是 世心时居身内 一三八 一切世间 世间有两种 一 有情世间 为六凡众生所居 二 圣洁世间 为世圣所献 世圣 为生完圣 圆节圣 菩萨圣 佛圣 圣文是修四地而成就的 圆节是修十二一年而成就的 菩萨是修六度而成就的 那么佛就是自立利他 觉醒也满 十种一生 十种一生 也就是软生 胎生 失生 化生 有色 有想 非有色 非无色 非有想 非无想 这个我们在金刚经都讲过了 基于本经下文所说的十二类生中 除去的无色无想两种 因为无世界天的众生 空散 消沉 而无想天 则心有如木 土 木 金石 此十种众生 其伤存之状态 也报形体各异 所以称为一生 同将四心 居在身内 将就是把 居就是安置 此言世间 所以一切众生 只要是有心的 大家都一样 把心放在身中 不独我 阿难为然 众观如来 青年花言 溢在佛面 众就是众死 青年花言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